政党票头9号国民党 这样才能下架国民党 下架国民党 下架国民党 大家说好不好 下架民进党 国民党朱主席 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赵少康 两位先生 各位高雄市的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 让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全雷党好不好 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七年 政绩有多糟糕 从外交两岸跟经济三个层面 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邦交国从22国 降到13国 七年就丢了9国 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邦交国最少的时候 对不对啊 反观国民党执政八年 只失去一个邦交国 而且因为是我们拒绝 给他一千万 他收出用途的金钱 而入境 免签政的国家 我们从54国 增加到164国 增加三倍 这是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 免签国最多的时候 同时我跟新加坡 纽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跟日本跟菲律宾 签署逾越合作协定 民进党七年半 完全做不到 在我任内 我们派代表出席 世界卫生大会 WHA八次 国际民航组织一次 民进党一次都没有 在两岸关系方面 我任内开放两岸大三通 跟大陆签订了23个协议 包括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并且在2015年 跟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在新加坡 举行高峰会 确认九二共识 可以稳定两岸关系 英国的经济学人 周刊Economist 在社论当中说 这是中共从1980年代以来 在主权问题上 对台湾所做最大的让步 蔡英文总统2016年一上台 就跟大陆中断了交流 使得ECFA岌岌可危 联岸关系 甚至于到了兵凶站围的程度 此外 民进党非核家园的错误 与落伍的能源政策 也使台湾产生了五次大停电 严重伤害台湾的经济 干扰了人民生活 对不对 台湾都知道 国民党执政 两岸不会打仗 如果民进党执政 就难说了 因为人民相信 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 票投国民党 两岸无战场 对不对 赖青德最近公开说 中华民国 后来改成中华民国宪法 是灾难 是灾难 这暴露出他心中 完全不尊重自己的国家与宪法 这样的人来做总统 才是中华民国最大的灾难 对不对啊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青德 不当处理他自己家在台北市万里两层楼的违建 显示他缺乏一个国家领导人 应该有的法治素养 依法该猜的文件 他身为副总统居然坚持不猜 被媒体叫做赖皮疗 他为这个词多次落泪 好像很委屈的样子 但是就有媒体在说 前有梦江女哭倒万里长城 后有赖男神气饱万里为鉴 万里长城对万里为鉴 真是千古绝对 对不对啊 这才是反映了真正的民意 对照12年前赖青德在台南市长日内 对拆迁台南铁路东夷沿线的住户 毫不留情 居然要求一对90高龄的老夫妇 在两小时之内搬出 这又是绿能你不能的双重标准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不会支持一个 是非不分有错不改 违法滥权 双重标准的总统候选人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英九要在这里郑重地向各位乡亲肯托 1月13号投三张票 总统票投3号 欧友宜赵超康 立委票投给国民党提名 8个区域的立委候选人 政党票投9号 国民党 这样才能下架国民党 拨乱反正 大家说好不好 下架民进党 这样才能够下架民进党 拨乱反正 大家都对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